我是全班第一名 为拯救倒数第一周浩 老师安排我当他同桌 我却被他戏弄 抽走凳子摔成残疾 事后 老师来医院劝我 退一万步讲 难道不是你没站稳才摔倒的吗 不要冤枉同学 赶紧写量解书 我不同意 爸妈却私吞赔偿款 公开发表原谅声明 并给我办理退学 带着弟弟远走高飞 我死的那天 周浩从倒数第一 逆袭成年纪第一 校长亲自颁发荣誉证书 感谢老师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不放弃 我才有了如今的成绩 在睁眼 我回到新学期开学 老师正鼓励一对一帮扶 李潘蒂 你去最后一排给周浩当同桌 新学期一史 听说今年献一中 赤巨资请来的城里的 优秀年轻教师 我睁开眼的时候 耳边已经响起高跟鞋的声音 一落屁改好的试卷放在我面前 我鼻尖弥漫着劣质香水味 我是新来的老师 姓秦 从今天起 高三一班将成为最团结的班级 我的宗旨是 不放弃任何一个插声 李潘蒂 你去最后一排给周浩当同桌 周浩是全校有名的校霸 幼儿园抢饭 小学仙女同学群底 初中霸凌同学 高中凭借家里的关系 尽了一中小班 前世 我虽不乐意 但听秦老师的话 去了最后一排 我给周浩讲习题 对方就盯着我的胸口笑的淫荡 我催周浩交作业 他撕烂我的作业本 笑着说当好人就是这个下场 最后 他甚至趁我坐下的空隙 抽走我的板凳 把我摔成瘫痪 他想当好人 凭什么牺牲我 我抬头 对上秦老师的脸 我不去 我没有教师资格证 教不了同学 秦书画特意画了精致的妆容 就是想立威 没想到 一个破县城的小屁孩 居然敢不听他的话 要不是在城里和男学生交往过密 被学校开除 他才不来这所破落学校 自私 你身为年纪第一 就该帮助同学 一个破县城 高中的第一 还真把自己当跟聪 给我滚出去罚站 我拿起课本往教室外走 不去看新老师扭曲的脸 那啥 第二名周小小 你去 周小小也不情愿 但他不敢像李潘蒂一样 明目张胆和老师对着干 一整节课 秦书画都在调座位 成绩好的和成绩差的当同桌 我站在教室外复习知识点 重来一时 我绝不会让老师和周浩 毁掉我的理想 正当我趴在窗口写题目时 校长来了 他看到我吃了一惊 咋站在外面 多冷啊 我老师回答 学校争光 他找到秦书画 询问前一后果 考虑到新老师也是吃剧自请来的 他委婉道 秦老师啊 学生在教室外吹风 很容易生病 还是让他进去吧 秦书画面子挂不住 但对方是校长 只好让我进去 最后我被分配到教室门口 第一排靠走廊的位置 门一开 冷风直往脸上惯 秦书画还得意洋洋的说 这可是第一排 不是年纪第一 还没这个待遇呢 我低头继续写题 没把秦书画的针对放在心上 晚自习后 我收拾书包回家 学校离家一个多小时路程 等我到家 妈妈和弟弟已经开饭 我放下书包 主动去厨房盛饭 却发现锅里什么都没有 只好拿着空碗 站在桌子旁边 母亲正给弟弟要增加菜 头也不抬的说 放学也不早点回来 在外面玩也了是吧 活该没饭吃 前世我因为母亲 强迫我修改志愿 与事意中失之交臂 晚上回家就掀了桌子闹脾气 最后我被打了一顿 饭也没吃成 现在我二话不说 找了个位子坐下 加起一大块红绕肉 往嘴里塞 我吃到满嘴油也不停筷子 最后硬生生抢走了 整盘鸡蛋和半盘红烧肉 奶奶不乐意了 短命鬼来讨债啊 我头也不抬的说 谁让我没有饭吃 那就多吃菜 要不是奶奶现在煮拐棍 恐怕已经追着我打了 母亲干脆把肉端到儿子面前 生怕我多吃一口 在她发难前 我提前转移话题 弟弟的学校定好了吗 奶奶是我认真辅导 对方却七窍开了六窍 一窍不通 她每次拿个位数的成绩回家 还甩锅给我 说我没教好她 奶奶指着鼻子骂我 妈妈摁住我狠狠打一顿 威胁我 再不好好给弟弟补习 就别上学了 我是个姐姐 却活成了顶梁柱 提款机外加免费辅导老师 我看却去现役中 叛弟也在 正好照顾弟弟 平时帮忙洗脸喂饭 奶奶牙掉光了 但说话依旧应和 母亲却露出 难为情的眼神 我知道她的顾虑 前世她就想送弟弟去试义中 却被奶奶嫌弃乱花钱 今世我可不想 看上一个妈宝男 妈 听说今年试义中 开设了清华北大班 请的都是 清华北大毕业的老师 真的 母亲眼睛瞬间亮了 仿佛看到了 儿子上清华 光宗药祖的画面 我继续给她造梦 是啊 咱家就一个男孩 可惜我去不了 见状母亲下定决心 说你去了有什么用 我家要综上清华 才能光宗药祖 奶奶心疼的说 那得花多少钱 我趁他们不注意 夹走了最后一块红烧肉 你们不是拿我两万的择校费吗 难道孙子的前途没有钱重要 奶奶善善闭嘴 原本我能去试义中 但现役中校长 愿意出两万择校费 母亲立马同意 逼我去了层次更差的学校 我的未来不会被这两万元买断 我也相信 就冲李耀宗的猪脑子 十万块的入校费 也买不到一本大学的门票 最后妈妈 我自己吃得多 不过你住校 家里的家务谁干 我又不是保姆 于是再次用弟弟引开话题 弟弟读书 你不跟着陪读 现在学生上学 家长都是要送饭的 你不会连这个都没考虑到吧 母亲没想到 我能考虑得这么全面 耿着脖子回答 我当然要跟去照顾你弟弟 家里也没啥大事 你住校还能省钱 滚吧 反正只要他不在家做家务就行 我乐呵呵地背着书包 拎着能穿的衣服去了学校 回到学校 我成功办理注读 在学校吃住 每天省下来的时间 我都用在复习上 原本以我的成绩足够当班长 但是秦书华用分数 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 为理由 把班长的职位给了周浩 从此 我们班成了纪律最差的班级 就连班长都带头迟到 晚自习和同学说话 其他同学为继 班长更不会管 就连不少成绩好的同学都被带坏 晚自习在桌子底下玩手机 我更是被秦书华针对 但凡有班叔或者班水的工作 他都会找我 比攀地 饮水机又没水了 都说男女平等 体力活也不能渴着男生毫 你去搬吧 储水是在一楼 教室在五楼 好在我身体素质过硬 搬桶装水 一口气上五楼也不喘 然而我刚走到楼梯拐角 就听到了秦书华缠妹的声音 周同学 最近有个作文大赛 我推荐你去参加 稿子都写好了 你尽管放心 周浩收下作文稿 说 不错 那关于我调回事宜中的事情 就劳你费心 多和你爸说一声 角落的阴影 挡住了秦书华缠妹的笑脸 我恍然大悟 难怪秦书华一直讨好周浩 原来是因为周浩爸爸 等两人离开 我才抱着桶 装水回到教室 秦书华本应在教室值班 看着大家自习 但不知为何不在 班里快炒成一锅粥 最后一排 周小小捂着耳朵写作业 等周浩抽烟回来 他小声催促 周同学 麻烦你叫作业 周浩比前世还要狂妄 刷了一下 台下没一个同学敢管 毕竟连班主任都偏心他 谁敢和老师作对 我回过头 周小小已经趴在桌上哭了起来 我放下笔 将地上碎纸捡起来 拼凑了一整个晚自习 才把作业本拼好 等晚自习结束 我把作业本放在他面前 你和家长说 赶紧调座位吧 周小小不敢 那我会不会和你一样 被老师针对 自由接受课版教条主义规训 连红领金忘带 都当成天大的式的学生 自然不敢得罪老师 然而前世我瘫痪后 经历被老师逼迫 父母背叛 就明白没什么 比自己活得开心更重要 你没有义务拯救成绩 比你差的学生 第二天 班主任气急败坏地走上讲台 某些学生 成绩没多好 告状倒无师自通 不把老师的话当回事 周小小把头埋得更低 甚至害怕得瑟瑟发抖 秦树化设立了新的班规 成绩差得同桌没考好 算成绩好的同学没辅导到位 一次罚100元 此后 周小小也成了 秦树化的针对对象 每次周浩作业没写好 他就拉着周小小出去骂 周浩也变本加厉 经常把周小小的凳子藏起来 或者扔到教室外 课间操的时候 我眼皮子直跳 总感觉大事不尿 想到前世 我赶紧回到教室 刚好看见周小小准备坐下的时候 周浩一脚踹走了他的凳子 我想你们想赶紧跑上去 在尖叫声中 扶住了周小小的后背 你在干什么 我的怒斥并没有引起周浩的重视 他反倒推脱 和同桌玩个小游戏罢了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然而我还是慢了一步 周小小一屁股摔在地上 头没有磕到桌脚 但尾椎骨受伤 站不起来了 我赶紧让人去通知宇文老师 宇文老师把人送到医院 又通知了周小小的家长 秦树化上课看见周小小不在 问清缘由后 还阴阳怪气 女同学就是娇贵 不就是摔跤吗 还要装受伤污蔑同桌 然而话音刚落 门口就出现了一位胖大妈的身影 秦老师是哪位 秦树化眉头一皱 道 上课时间 外来人员滚出去 我认识周小小的妈 方圆百里有名的泼辣媳妇 赶紧回答 这位就是秦老师 只见胖大妈身影如风 揪住秦树化的衣领 啪啪就是两耳光 这一幕惊住了全班同学 我女儿成绩年纪第二 你凭啥安排她 给混混当同桌 让你给她换座位 为什么不换 你知不知道 她是老娘流产三次 才生下来的闺女 娇贵一点怎么了 胖大妈贴脸开揍 凭借力气 直接把秦树化压倒在地 抡起巴掌就是山 秦树化吓得尖叫 同学们却不敢上前 你谁啊 走开 别扯我头发 直到看不过眼的同学 去办公室找老师 两人才被分开 秦树化肿的脸从地上起来 精致的小乡风外套 变得灰扑扑的 呜呜我要告你 胖大妈从不怕惹事 我还要告学校呢 万一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我要你拿命陪 校长到场低声下气 哄胖大妈离开学校 临走前 周晓晓的母亲 还指着最后一排的周浩道 你个小兔崽子 在敢欺负我家闺女 老娘偏了这条命 也要送你去少管所 别以为有个好爹 就能天不怕地不怕 周浩此时也不敢嚣张 缩着头躲在后面 教室里第一次没老师 也寄聊无声 我拼命刷题 也压不下心头酸涩 想到前世父母得知我被欺负 第一反应不是为我撑腰 而是反问 他怎么不抽别人的凳子 只抽你的凳子 我百口莫辩 无助又委屈 最致命的打击 永远来自最亲的人 周晓晓住院一周 没有大碍就回学校了 他给我带了一堆好吃的 还塞给我三百块钱 我拒绝 他却说 这是我妈让我给你的 要是没有你扶我 我怕是要摔成残废 这三百块躺在手心沉甸甸的 还带着温暖 秦树化在学生面前挨打 面子过不去 一个月都没来上课 请其他老师帮忙带课 宇文老师成了代班班主任 第一件事 就是给周晓晓调座位 周浩的同桌空了出来 谁都不想当他同桌 临近期中考试 校长听了我的建议 提前发通知 考试后将召开家长会 我家自然没有人给我开家长会 母亲去市里租房陪太子读书 哪有空理会我 这也正合我意 到了家长会当天 无数家长看到孩子的成绩 瞬间傻眼 几乎所有同学成绩都下降了 只有吊车尾的同学 成绩依旧坚挺 这怎么回事 你有没有认真学习 高三了 你一点紧迫感都没有吗 说 为什么比上次少了20分 看到成绩 不少家长直接开喷 质问孩子 我帮忙解释 叔叔阿姨 不要怪他们 是秦老师说 帮助同桌提高成绩 才是最主要的 大家成绩都下降了 但是班级平均分升高了呀 家长怎么会在乎平均分 他们只关心自家孩子的分数 听到我的回答 他们又询问自家孩子 得到的回答和我一样 等到家长会正式开始 秦书华踩着高跟鞋 姗姗来持 家长们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 宣布一个好消息 高三一般的班级平均分 提高了10分 大家鼓掌 秦书华带头鼓掌 却发现底下的家长 没一个拍手 甚至都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他 秦书华尴尬地收回手 有些不解地问 怎么了 班级平均分提高 倒数的几名同学成绩提高 这难道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吗 家长的眼睛都快冒火 怎么高兴得起来 班级第十的徐倩的家长 直接拍桌子 因为徐倩这次退步了50分 而且家长还在抽屉里发现了情书 落款人就是同桌 开心个屁 班级前十 除了第一 所有人都退步了 这恐怕不是学生的问题 而是你这个班主任的问题 有人带头就有人硬贺 我家孩子凭什么和倒数第三当同桌 对方妨碍他学习不说 还经常托我儿子的钱 对对对 我孩子最近总是几百几百地找我要钱 学校凭什么多收费 信不信我 高到教育局去 在情书化百口莫辩的时候 我再次好心帮他解释 大家别激动 不是学校要求收款 也不是班级里有人偷钱 是秦老师说成绩不好的同学退步 同桌罚款 一次罚一百元 这下所有家长都拍桌了 群情激愤 凭什么 拿我孩子给别人当店角时 一百 老师你也好意思要啊 还钱 家长闹起来 秦书化糟心不已 不就是一百块钱 城里的孩子零花钱都不止一百 一群土鳖 各位家长冷静 秦书化站在讲台上 目光带着傲慢 班级是个整体 不要只在乎个人得失 目光要长远一点 而且不就是一百元 你们给不起 是不是要反思 这些年有没有认真赚钱 家长目瞪口呆 万万没想到 孩子的班主任居然是这种人 你这样的人居然能当班主任 行 我去找校长评理 家长们集体行动 拉着孩子去校长办公室 秦书化可不想再被赶出去 连忙追上家长试图劝说 整个教室只剩我一个人 想起钱是秦书化馋妹的嘴脸 我由衷地觉得解气 校长办公室乱作一团 从周小小事件到全班成绩下跌 校长对秦书化也没了好脸色 本以为简陋请到好老师 没想到是老鼠屎 这次涉及数额较大的金钱 校长不敢手软 直接让秦书化停职 秦书化也拿不出学生被罚款的钱 不然凭他一个月七千的工资 拿买得起箱那外套 在家长的推动下 高三一班再次换了新班主任 座位也重新排了 直接按成绩分座位 我再次回到讲桌前的风水宝地 在和事业中的八校联考中 我成功夺得全是第一 直接碾压事宜中的风头 校长再次乐得合不拢嘴 他甚至推荐我 报名北大猪梦计划 相当于提前录取 要求有农村户口 然而我没想到周浩也要参加 他甚至把户口改回了农村 某天晚自习结束后 周浩拦住我警告 劝你别和我争 你争不过我的 我不信 你要真有自信 就不会拦住我放狠话 然而隔天我就接到父亲的电话 他一直在外打工 很少回来 这次居然专门接我回家 饭桌上 我第一次分到了猪油蛋炒饭 弟弟要总比之前更胖 抱着盘子里的肉不撒手 父亲向来沉默 这次居然让我先吃 然而我知道这一口饭的代价 他想让我放弃竞争重弄计划 给周浩当店饺食 我没动筷子 饭桌上的氛围再次冷下来 见我吃吃不动筷 父亲啪了一下摔了筷子 翅膀硬了 敢不听你老子的话 我淡淡开口 上次听你的话 我没去城市一中 这次再听你的话 我又得放弃心心念念的大学 父亲吃笑 你不是很有骨气吗 那就自己考进去 走这些歪门邪道算什么本事 我反驳 你要是有本事 就别收周浩他爸的钱 走歪门邪道 算什么本事 父亲再次摔了碗 我学他干脆掀了桌子 高三的我居然和父亲一样高 从小需要养视的高山成了土坡 对方也被我震慑住了 最后用生活费拿捏我 你不答应 以后生活费也被找我要 我很有骨气地滚回学校 却对着饭卡上的79元发愁 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 生活费却没有着落 我想起前世在医院 为了赚点住院费 借医生的电脑 给杂志社写稿子赚稿费 但我又没电脑 不得已 我只能吃剧资去网吧 浏览完几家网站的收稿要求后 我开始码字 花了两小时写完投稿 由于我是翻墙出来上网 回宿舍的路上 我把自己包裹严实 不想被发现 却在经过学校大门口的时候 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居然是周浩 还有一个长相酷似周浩的中年男人 开着劳斯莱斯来接她 怀里还抱着一个女人 应该是周浩母亲 我躲在角落不敢动 生怕被周浩抓住把柄告状 恍然间 我觉得女人的衣服很熟悉 再抬头一看 居然是秦淑花 秦淑花是周浩妈吧 不可能啊 如果是的话 周浩能眼睁睁看着亲妈被打不上去帮忙 我脑海里酝酿出另一种可能 却觉得更离谱 亲爹和其他女人亲密 儿子却无动于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三口 但是上次家长会 周浩妈妈没来 我也无从证实 第二天 我借口钱包掉了 调查监控 由于我成绩好 校长没有怀疑就同意了 我偷偷将昨晚的监控视频 截取出来 发到我的企鹅号 再删掉我今天回来的监控 周一国旗下的讲话 周浩父亲作为荣誉嘉宾 上台发言 头衔还是某知名企业家 我暗暗记在心底 趁放学去网八百度 发现她的夫人 也是鼎鼎有名的富商二代 我有些不解 既然这么有钱 周浩为什么不去省会读高中 非得在这个穷乡僻壤 翻遍所有资料 我查到了周浩母亲的秘书的联系方式 一股脑将那晚的视频发给了她 虽然我不抱希望 但总不能坐以待毙 幸运的是 过了一周 对方居然回复我了 出于安全考虑 我没给对方电话号码 而是要了周浩母亲的电话 去公共电话亭打电话 视频地点在哪里 精明干练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我一愣 反问 您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哪个学校 对方似乎听到好笑的是 我儿子 我终身不孕 哪来的儿子 我瞬间倒吸 一口冷气 脑子乱成一锅浆糊 周浩居然是私生子 那秦书话岂不是 小四 十万 把地址告诉我 我立马回神 我没有银行卡 可以给现金吗 我只要五万 对方同意了 我把学校地址告诉他 并说了周一他老公 也出席生气一事的事情 对方话语中带着讽刺 难怪呢 下乡做慈善亲力亲为 原来是去看亲儿子了 我无言以对 善善挂断电话 秦书话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又回来上课了 只是这次他不是班主任 而是认课老师 他上课越来越敷衍 有时候甚至不上课 让我们自己看书复习 他自己则坐在讲台上玩手机 不知道聊什么 笑得一脸甜蜜 有学生偷偷告诉家长 家长找校长投诉 罕见的是 校长居然把这件事搪塞过去了 秦书话对投诉不屑一顾 告诉你们这群小土鳖 我能来这个学校教书 是你们的荣幸 要不了多久 我就要回市里 你们连见我的机会都没有 他敢这么理直气壮 背后应该是周浩的父亲 那个开劳斯莱斯的男人 是吗 想必你就是秦书话 熟悉的声音从教室门口传来 我惊讶回头 看见了一身西装精明干练的女人 他自顾自走进教室 周浩是哪个 全班都转身望着最后一排的周浩 女人直接进入教室 走到最后一排 声音轻猛地问 你就是我老公的私生子 全班同学七起压了一声 惊讶无比 县里风光无限 怎么挣扎都无法起身 只是他嘴里扔一句接一句的骂脏话 原配夫人没有生气 把他的嘴洗干净 保镖立马拖着周浩去了厕所 校园一爸在原配面前连条狗都不如 我回头看了一眼秦书话 精致的妆容也掩盖不了他的恐惧 他腿软地坐在地上 显然也知道对方的身份 原配夫人走到讲台前 又问了一句 你就是我老公的小四 秦书话慌张解释 你误会了 我不是 我不认识你老公 话音刚落 一耳光就落在他脸上 现在认识了吗 秦书话跪地痛哭 哀求原配夫人放过他 很快 周浩父亲和校长齐齐跑来教室 老婆 你怎么来了 走 我去校长办公室丁解释 说着 他就想拉女人出去 周夫人帅气地甩开周浩父亲的手 我都不怕丢脸 你怕什么 正好给祖国的花朵们上一节课 看看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有什么下场 周浩点头哈腰 语气带着谄媚 没有 你误会了 我和这女人没关系 没关系你帮他恢复原职 还想走关系帮他调回市里 夫人直戳痛点 不不不 这些都是秘书做的 和我无关 我马上打电话取消 秦书话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前途 再一次跌落谷底 大哭大闹 但夫人还不解气 那周浩呢 这么大一个孩子 总不可能是凭空变出来的吧 周父叫苦连天 他纯靠岳父发家 妻子年轻时生孩子出了意外 他才动了歪心思弄出周浩 但孩子和自己的前途比起来不值一提 我回去立马写一注 财产都留给你 一分不给他 爸 周浩被保镖压回来 身上全是水 比起身体受的苦 亲生父亲的精神打击 才是最致命的 他从小就知道自己身份的特殊性 养成了霸道又自卑的性格 他受到的一切优待 都来源于父亲的金钱和溺爱 没了父亲的钱 他什么都不是 然而周浩铁了心 要跟他批清关系 别乱叫 我不是你爸 周夫人心里的气顺畅不少 既然如此 你这些年做慈善的钱 也该收回来 用到正途 我听说你的捐款 都给周浩这个倒数第一了 对年级第一公平吗 周夫立马顺着台阶下 不公平 我立马捐款 只给年级第一 周夫人看了我一眼 仿佛早已知道我的身份 那就捐十万 给现金 好好好 当然是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 周浩父亲点头弯腰 亲自扶着老婆离开 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落下帷幕 校长全程旁观 等人走后 才对秦书画说 你以后也不用来了 一周后 秦书画和周浩 都从学校消失了 仿佛从没出现过 因周夫人一句话 我十万现金到手 为了不让父母拿这笔钱 给弟弟攒首付 我委托校长 给我办了一张银行卡 生活费从卡里拿 然而爸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 好几次跑来学校骂我不笑 有了钱只晓得自己吃喝玩乐 不体谅父母 可我就像毛坑的石头 又臭又硬 死活不给好脸色 最后没办法 母亲居然用起怀柔政策 她不给弟弟赔毒 每天来给我送饭 可我还是选择食堂 怕他们下毒 前世 他们能为了区区15万元赔偿 把我丢在医院 带着弟弟远走高飞 今世 他们也能为了10万块钱下毒 北大的住梦 计划我终究没去 因为计划里没有我喜欢的专业 重生后 我变得贪婪 不仅想去好学校 还想学热爱的专业 校长听到后 也为我惋惜 最终还是尊重我的决定 高考前一周 我怕爸妈闹事 找到门位 希望他们可以不要放父母进来 高考当天 我早起绕着操场跑了两圈 能自由奔跑的感觉真好 身体自由 才能去追逐 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 而不是和前世一样 被困在病床上 只能听着毫无希望的安慰 看着同学去参加高考 而自己无能为力 我带着健康的身体 和扎实的知识走上考场 每一笔都写着未来二字 高考过后 我仍旧没有回家 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卡里有钱 我不用为钱发愁 当成绩出来后 父母更是欣喜若狂 我考了全是第一 他们面上有光 我奶奶不辞辛苦的 煮着拐棍赶来 要我回去给弟弟补课 你不能这么自私 只想着自己好 等你弟弟考上北大 那才算真的光宗耀祖 他还自以为是的 提出丰厚条件 这样 只要你辅导要宗考上北大 再把学校奖励的 十万块钱拿出来 我就劝组长 破例把你写进族谱 要知道古往今来 还没有一个女人 能登上族谱 你就偷着乐吧 我没忍住 不吃一声笑了出来 你当我稀罕你家破族谱 只要我想 我能从自己这儿 单开一本族谱 奶奶气得不断拿拐棍敲桌子 骂道 你个不孝女 当初你出生 我就该把你淹死在粪坑里 不怪我一时心软 才养出你这种祸害 我没空听他废话 故意吓他 你走不走 不走我报警了 一旦你进了局子 李耀宗作为直系三代以后 就不能考公务员 他的未来都会被你毁掉 老人家一听 他的宝贝孙子 不能考公务员 赶紧起身离开 一边走一边骂 生怕慢一秒 就耽误了亲孙子的未来 我如愿进入大学 四年没回过家 大三期间 母亲打电话 声泪俱下的找我借钱 说要给弟弟买个好大学读 我冷静回答 好大学你根本买不起 他考了多少分 电话里母亲直接哭了 312 学校就是个骗子 说是请清北的老师教书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 我打听过才知道 你弟弟这种花钱进去的 被分配到差班 老师根本不懂教学 清北班都是考进去好苗子 花钱买分进去的 大部分都是差生 有远见的学校 根本不会让他们 接触小班的学生 放进普通班都算好的 耀宗可是你亲弟弟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正在宿舍复习 不想打扰室友 压低声音说 不就是没考上好大学 远不到要死要活的地步 你给他随便报个大专 再不计复读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耀宗的未来关乎全家 你现在不给钱 以后等你嫁人 耀宗也不会帮衬你 母亲再次撕破脸怒骂 我可从没想过 以后要靠弟弟 他不吸我的血 就谢天谢地了 当年两万责消费 差点断了我的前途 我永远是他们心里 最合适的牺牲品 那我谢谢你 随后我挂断了电话 寒假我找了便利店兼职 申请留校 听以前的同学周晓晓说 我爸妈花钱 想把人送进985大学 没成想被骗了15万 15万 放在普通家庭 也是个天文数字 他们为了儿子的前途 几乎掏光家底 活该被骗 周晓晓考入了南方的大学 过年回家 经常和我分享新鲜事 思衡 你还记得高三的奇葩班主任 秦书画吗 钱是害我的人 我想忘也忘不了 上大学后 我自己改了名字 甩掉叛递 改名思衡 思想飞扬 一直永恒 我记得 他怎么了 周晓晓的声音变得激动 仿佛有巨大的惊喜要分享 他离开现役中后 改行当财务 结果卷款跑路 公司老板报警了 他半个月前被抓 据说要把老底做穿 秦书画能做出这样的事 我不意外 他本身就是个黑白颠倒的人 当老师也是带坏学生 对此 我的评价只有四个字 最有应得 周晓晓也很讨厌秦书画 但更讨厌周浩 虽然两人一个姓 但人品天差地别 还有周浩 我前几天也看见他了 他的劳斯莱斯亲爸 还真不管他 他现在居然沦落到 在烧烤电端盘子 听到前世 害我的凶手过得不好 我心情瞬间就好了 连期末的压力都少了一巴 我是个俗人 做不到原谅一切 大学毕业 我为了职业前景 准备去深层工作 出发前 我接到母亲的电话 他绝口不提前 更不逼我和村长 初中毕业的儿子相亲 叛递 啊不 思衡 妈想你了 一想到你在外面吃饱穿不暖 我心里就后悔 后悔当初 为什么没对你好一点 听到母亲的忏悔 我第一反应不是感动 而是有种黄鼠狼 给鸡拜年的不安 敷衍几句挂断电话后 我给周晓晓打电话 请他帮我打听打听 果不其然 三天后 周晓晓在电话里 把我爸妈骂了一顿 撕横 你千万别回来 你弟弟最近要找工作 不知道从哪听说 二十万可以买公务员岗位 他们给你说了门瘸腿的亲事 等你回来 就把你关起来结婚 我了然 淡定给好友道谢 随后买了飞机票 直接奔向工作地 我没回家这件事 让父母大动肝火 他们没有怀疑 二十万能把儿子送进体制内 反而愿我没给他们钱 耽误了儿子的未来 父亲更是三番两次 在电话里威胁我 你不回来 我就去你单位找你 让老板看看 他招了狼心狗肺的玩意儿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出过远门 我也相信这事他干得出来 情急之下 我直接申请外派 按理来说 我没有经验不能去 但耐不住 我学历高 态度诚恳 公司考虑后 还是让我和一名老同事去了国外 等父亲多方打听来到深城 得知我出国的事实 顿时坐在地上后悔不已 不孝女 早知道就不该让他读什么大学 应该直接嫁人收回本钱 周围的人都用鼻翼的眼神看他 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父亲能说出的话 工作平稳开展后 我给周小小打电话报平安 他如今也在事宜中当老师 考进了编制内 拥有稳稳的幸福 听说我脱离了原生家庭 周小小比我还激动 私衡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一定有更远大 更光明的未来 望着天边斜阳 我终于感受到无边的自由 前世在病床上幻想过无数次的画面 如今真实地出现在眼前 过往灰暗不可追 来日明朗无限美 全文完感谢观看